BMI 的标准 在Google得到的 BMI 的计算 里面底下它有一些相关的参考 就是大概几个标准 大概过轻 正常 然后过重 过重的部分 异常的部分 还有分成有四种 这种有六个标准 这六个标准当然我们其实可以套用类似之前写过的一幅 如果它是 BMI 小于 18.5 的话 然后就跟它讲说 体重或起写的结果是这一个 然后其次的话是这一个 特别注意 这边有等号 这边没等号 所以如果你刚好等于或是 也算是过重 算要减肥 现在人家比较重是健康 要不断的要 所以最后把这个结果做出来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类似像这样 就底下 因为前面都写过了 所以我就比较快速的直接拿那个云端上的乘式 所以第一个是如果小于 18.5 的话 那就是过轻 标准的话就是这个 range 就是这个 end 这一个之间 那一样你也可以写成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把 BMI 放中间 OK 前面是 18.5 小于等于 然后呢 在 大于等于 然后 在 24 那标准其他的话就过重 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 那剩下来的话呢 就是 过度肥胖 OK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执行之后的话 得到的结果 看一下 如果刚刚这个 假设身高是 185 然后呢 体重85的 那他应该是 24.84 然后呢 因为他跑到 24.84 理论上应该会跑 这个过重 24 那如果他假设他 过一段时间 他身高还是 185 所以他减肥了 减肥了两公斤好了 83 然后减两公斤应该也不难吧 我发现现在早吃比 运动来的更重要 就不要吃 早餐不要吃 早餐不要吃好像也很有效 OK 就不要吃 OK 他减两公斤 然后 你等一下 还是过重 减两公斤已经不容易了 还是过重 所以他又再更努力一点 所以他又再减两公斤 185 然后81 Enter 是要标准 OK所以要减到四个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似乎你的身高和你的体重 看看你怎么样才能标准 OK 所以 这个 当然其实 体重是一个指标啦 我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有时候其实为了 要减重 然后呢 牺牲健康 或者三餐 就是不吃的话 其实也 不是很OK的方式 所以 要不断地运动 OK 其实我之前的体重真的是过重太多了 我大概上一期 而且疫情关系也没办法都乱跑 所以就过重还蛮多的 最近是因为 想一个方法让自己一定要动 所以 比如说尽量不要开车 尽量走路 尽量就是 让自己有运动的空间 然后 在家里没办法运动 最后发现在家里 之前还有手机APP里面有运动的 然后我觉得大概没办法持久 后来发现 家里刚好有一台飞轮 飞轮还蛮好的 因为它可以看 看电影 所以我一边看电影 一边骑一边骑 所以我给自己的目标 我每天都要骑10公里 飞轮每天都骑10公里 这样维持了 大概 好几个月了吧 它可以1000公里又重置 好像已经两三轮了 发现还蛮不错的 感觉好像我变年轻了 有那个感觉 所以 还蛮推荐 大家可以 多运动 我觉得多运动比少吃 因为没办法不吃啊 感觉好吃东西你就会想吃 所以如果 其实我也没有说特别结实 但是我就是不断的运动 好像比较有差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就是在增加一个 就是逻辑判断 这个做完之后的你会发现 等到的结果已经 反正接近我们要的 但是最后 好像还有个地方 不太OK 输出的地方 只有BMI 跟这个过重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前面可以得到一个 类似像一个完整的讯息 你们可以看一下 云番这边的第几页 第11页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 最好是在前面再加一个 BMI 而且前后要有双引号 这个好像上个礼拜讲 我用拖一字远 冒号 所以你前面必须串一个东西 后面的话呢 还要再加一个评语 过重 而且这边要换行 OK 特别说换行 反斜线N 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样 刚刚好 可以把那个 BMI 双引号这个放号前面 然后后面加一个换行 然后一个评语 冒号 那当然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主要是 加这个跟这个嘛 那当然第1个的话你可以把 程式 加在哪边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format 所以其实 最重要其实利用format 加的话因为BMI将来会放在大瓜湖 这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加BMI冒号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加在大瓜湖的前面 加一个什么 BMI 冒号 但是我希望前后有 双引号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记得 不是叫你直接打双引号 记得要反斜线 双引号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直接打双引号 因为双引号是 这个文字的符号 已经被用掉了 那如果你直接用它就充码了 所以直接怎样 反斜线双引号 这边加一个双引号 尾巴的话 也要加一个 所以反斜线双引号 OK 这样子第1个 问题解决了 第2个的话呢 你必须在 执行之后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 BMI冒号 把BMI放进来 一样呢 这边有个print print是换行 所以print有print 并且它尾巴一定会帮你加一个换行 那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要加什么呢 加一个平语 所以我希望得到结果是平语帽号 那当你想到的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在过清 标准一直到 过度肥帽前面呢 通通加 平语帽号 可是 这个的话 我习惯是如果不断重复要做的 那当然尽量可以不要出现的话是最好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不要只要出现一个平语帽号 就可以解决要做六次的问题 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当然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试一下 第1个不是 这1个 逻辑判断的部分 判断完之后的话 再想想看 如果假设 我希望在这个得到的结果 前面加上BMI 前面有双语号 然后尾巴再加上换行 然后评语帽号 过重 把评语加在这个评语里面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可以说 那我现在有一个好语帽号 那是最好语帽号